莎士比亞的名言家具 莎士比亞名言錄點 與其做愚蠢的智人 不如做聰明的愚人 莎士比亞先訓是最高的科技功夫 莎士比亞後頭的推測 不過是一些懸空的希望 實際的行動才能夠產生決定的結果 莎士比亞愛情 它會隨著全身的血液 像思想一般迅速通過了五官四肢 使每一個器官發揮雙倍的效能 它使眼睛增加以重明亮 戀人眼中的光芒可以使猛音炫目 戀人的娃耳朵聽得出最為戏的聲音 任何鬼祟的肩膜都逃不過它的知覺 戀人的感覺 以帶和蝸牛的觸角 還要微妙靈敏 戀人的蛇頭是善於變味的巴丘斯 希腊救神顯得遲鈍 莎士比亞一個面具套不下所有人的戀 莎士比亞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 他不拿出來貢獻於人士 僅僅一個人獨善其身 那實在是一種浪費 莎士比亞最後的結果確定工作的成敗 莎士比亞智慧是命運的一部分 一個人所遭遇的外界環境是會影響他的頭腦的 莎士比亞我們做的壞事 往往因為正好迎合下等人的口味 就被他們高聲誇獎 說成是我們辦的好事 莎士比亞智向不過是體力的奴隸 生氣勃勃地降生 但卻很難成長 莎士比亞 我們的身體就像一座圓谱 我們的意志是這圓谱的圓 因莎士比亞出門看天氣 上是萬行 請莎士比亞春光不自留 莫怪東風惡 莎士比亞女人 你的名字是弱者 莎士比亞自願的貧困 勝於不定的浮華 穷奢及欲的人 要是貪得無厭 比最貧困的而知足的人 更是不幸的多了 莎士比亞無言的淳樸 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豐富的 莎士比亞無言的淳樸 所表示的情感 才是最豐富的 莎士比亞真正有感的人 應當能夠智慧地忍受最難堪的容辱 不以身外的容辱戒懷 用喜是凝忍的態度 避免無謂的恨禍 莎士比亞多聽少說 接受每一個人的責任 但是保留你的最後裁決 莎士比亞點燃了的火炬 不是為了火炬本身 就像我們的美德 應該超過自己 照亮別人 否則等於沒用 莎士比亞友誼 在別的事情上 都是可靠的 在戀愛的事情上 卻不能信托 所以戀人們 都是用他自己的唇舌 誰生著 讓他自己去傳達情訴吧 總不要請別人在牢 因為美貌是一個女巫 在她的魔力之下 忠誠是會在熱情里溶解的 莎士比亞世間的任何事物 追求時候的性質 總要比享有時候的性質濃烈 一艘星下水的船之 楊帆出港的當兒 朵末像一個驕傲的少年 給那輕狂的豐兒愛輔 摟抱和事等到他回來的時候 船身已遭風日的侵蝕 船翻也變成了百劫的拓納 他有多麼像一個落魄的浪子 被那輕狂的豐兒 四一七零 莎士比亞真理 是永遠蒙蔽不了的 莎士比亞一個本領超群的人 必須在一群敬敵之前 成才能夠顯出他的不同凡俗的身手 莎士比亞品性是一個人的內在 名譽是一個的外貌 莎士比亞世界上有一種人 他們的臉上裝出一副心如止水的神器 故意表示他們的冷靜 好讓人家稱讚他們一生智慧生存 思想淵薄 他們的神器之間 好像說 我的說話都是輪音天語 我要是一張開嘴唇來 不許有一頭狗亂叫我看透這一種人 他們只是因為不說話 博得了智慧的名聲 可是我可以確定說一句 要是他們說起話來聽見的人 誰都會罵他們是傻瓜的 莎士比亞每一個被束縛的奴隸 都可以憑著他自己的手掙脫他的鎖鏈 莎士比亞憑著日歸上前思的陰影 你也能知道時間再偷偷地走向更古 莎士比亞草率的婚姻少美滿 莎士比亞苦難可以試驗一個人的品格 非常的遭遇可以顯出非常的細節 莎士比亞本來無妄的是大膽成事 往往能成功 莎士比亞思想是生命的努力 生命是時間的弄 然莎士比亞莊嚴的大海 探生交龍和精靈 清淺的小河裡只有一些功頂足美味的羽 莎 莎士比亞品性是一個人的內在 名譽是一個人的外貌 莎士比亞一個是性子的女人 就像翻腾的灼水 縱使口乾舌燥 也不願錯飲一口 莎士比亞真實愛情的途徑並不平坦 莎士比亞無論男人女人 名譽是他們靈魂裡面最切身的珍寶 誰偷竊我的錢囊 不過偷竊倒有一些廢物 一些虚無的幻職 他從我的手裡轉到他的手裡 他也會做過千萬人的奴隶 可是誰偷了我的名譽去 那麼他雖然並不因此而富足 我卻因為失去他而成為赤貧了 莎士比亞不要誣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 否則你將以生命的危險重重補償你的過去 莎士比亞僅僅一個人獨善其身 那實在是一種浪費 上天生下我們 是要把我們當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為我們的德行 坦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於沒有一樣 莎士比亞書集是全人類的營養品 莎士比亞愛情的鮮艷的容色和熱烈的心 也會因困苦而起了變化 莎士比亞最惡劣的事態 總有一天告一段落 或者逐漸恢復原狀 莎士比亞生活裡沒有書集 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書集 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莎士比亞愛情裡面 要是掺砸了和她本身無關的算計 那就不是真的愛情 莎士比亞寧願做一朵鼻下的月花 不願做一朵受恩惠的強圍 與其風迎獻美 偷取別人的歡心 無名被眾人所避棄 莎士比亞任何惡德的外表 也都附著若干美德的標誌 莎士比亞愛的力量是和平 從不顧理性成規和融入 她能使一切恐懼震驚和痛苦 在身受時化作甜蜜 莎士比亞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試作地獄 一輩子雞爭額鬥 不得安生相反的 勸到一個稱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協和 幸福無窮 莎士比亞對人要和氣 可是不要過分俠你 莎士比亞如果一年到頭如假日 其不像連日工作那樣疲乏 莎士比亞 若是一個人的思想 不能比飛鳥上升的更高 那就是一種卑微不足道的思想 莎士比亞 無論一個人的天賦如何優異 外表或內心如何美好 也必須在她的德性的光輝照耀到她人身上發生了熱力 在有感受她的熱力的人把那熱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才能體會到她本身的價值 莎士比亞富貴不然和友誼的好壞無關 但是貧窮卻最能考驗同有增愛分明的真假 莎士比亞不速之可至在告辭以後才最受歡迎 莎士比亞無言的純潔的天真 往往比說話更能打動人心 莎士比亞與其做愚蠢的聰明人 不如做聰明的愚人 莎士比亞善光的東西 並不都是精子 動聽的語言 並不都是好話 莎士比亞華下在富力彷彷 也只是坟上樓格 莎士比亞明智的人 絕不做下來為失敗而哀哄 他們一定樂觀地尋找辦法來加以儀館 就莎士比亞 道德和財義是遠勝於富貴的資產 墮落的子孫可以把貴賤的門避敗壞 把巨富的財產當毀 可是道德和財義 卻可以使一個凡人成為不配的神明 莎士比亞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 但卻使耳朵的聽覺更為靈敏 它雖然妨礙了視覺的活動 卻給予了聽覺加倍的補償 莎士比亞自有戲劇以來 它的目的始終是反莎士比亞 充實思想不在於言語的富力 莎士比亞在時間的大中上 只有兩個字 現在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簡潔是智慧的靈魂 冗長是浮淺的早事 莎士比亞 千萬人的失敗 都有事失敗在做事不徹底 往往做道理成功上差 一步就終止不做了 莎士比亞情欲猶如炭火 必須使它冷卻 否則 那 烈火會把心兒燒焦 莎士比亞對自己不信任 還會信任什麼真理 莎士比亞心中充滿旋律 能滲透到人們的心靈 莎士比亞 我的言語 高高飛起 我的思想滯留底下 沒有思想的言語 永遠不會上升天界 莎士比亞美貌和智慧很少 要結合在一起 莎士比亞讓我指點二十個人做人的道理 倒還容易 可是要我做這二十個人中間的一個 奉行自己的教訓 就沒那麼簡單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不要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凡事必須三思而平 莎士比亞 道德和財義是遠勝於富貴的資產 墮落的子孫可以把貴賤的門地敗壞 把居富的財產當毀 而道德和財義卻可以使一個凡人成為不休的神明 莎士比亞人若神經緊張說東到西 就會猶豫不定 犯法事情耽誤了 耽誤的結果是叫人喪至起怜 寸不難移 莎士比亞對人要和氣 但不要想你 莎士比亞起先的冷淡 將會是以後的戀愛更加熱烈 莎士比亞 如果要別人成性 首先要自己成性 莎士比亞當命運突然改變了心腸 把他的寵兒一腳踢下山坡的時候 那些攀龍附奉之徒 本也跟在他後面匍匍批評的 這時候便冷眼看他跌落 沒有一個人做他患難中的同伴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才忍藏著鋒利的牙齒 莎士比亞忠誠 因為努力的狂妄而變得毫比價值 莎士比亞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惡的絲線交錯成的布 我們的善行 我們的善行必須受我們過去過失的鞭塌 才不會過分趾高氣揚 我們的罪惡又賴 我們的善行把他們掩蓋 才不會完全絕望 莎士比亞我可以教訓二十個人 吩咐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做這二十個人中間的一個 履行我自己的教訓 我就要淨謝不明了 莎士比亞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 生活裡沒有書籍 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書籍 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莎士比亞裝傻得好 也是要靠才行的 他必須虧似被他所取笑的人們的心情 了解他們的身份 還得看準了時機 然後像虧似田眼前每一隻鳥雀的原因一樣 每個機會都不放鬆 這是一種和聰明人的藝術一樣艱難的工作 莎士比亞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們忠貞的報仇 一切仇敵都要成到他們罪惡的苦悲 莎士比亞沒有德性的美貌 是轉瞬即逝的 可是因為在你的美貌之中 有一顆美好的靈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 莎士比亞萬事總居首權利派 不能再問良心 莎士比亞愛和叛相同 燒起來的沒法叫他冷卻 莎士比亞一套衣服 一頂帽子的是讓時髦不時髦 對於一個人本來是沒有什麼相干的 莎士比亞只需一陣裂風就能把烏雲吹散 並不是每塊烏雲都能引起一場風暴 莎士比亞失去了成性 就等同於敵人毀滅了自己 莎士比亞我荒廢了時間 時間便把我荒廢了 莎士比亞愛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陣煙 戀人的眼中有他淨化了德火星 戀人的眼淚是他激起的脫逃 他又是最智慧的瘋狂 更厚的苦味 濕不到嘴的膩糖 莎士比亞青春是塊原料 遲早要製作成型 莎士比亞青春的特征乃是動不動就要背叛自己 即使身旁沒有誘惑的力量 莎士比亞若有汗煙 其實幾知莎士比亞一個驕傲的人 結果總是在驕傲裡毀滅了自己 莎士比亞人的一聲是短的 但如果被列底過這短短的一聲 就太成了 莎士比亞您的花言跳語 對於了解您的人來說 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虛和弱點 莎士比亞人在不走運的時候 總是帶出一副老 莎士比亞愛情不過是一種風 莎士比亞抱負不是勇敢 忍受才是勇敢 莎士比亞自古紅顏多過命 莎士比亞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 多麼高貴的靈性 多麼偉大的力量 多麼優美的一表 多麼文雅的舉動 在行為上 多麼像一個天使 在智慧上 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 萬物的靈長莎士比亞 漂亮的產發給俊俏的臉 但平天光彩莎士比亞 直到再找不到對手 才收藏起自己的劍封 莎士比亞人生苦短 若虛度年華 則短暫的人生就太長了 莎士比亞 就是尚得來的朋友 等到就近尊空 轉眼成為路人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時間 老人自己是個禿鼎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 也會有大群禿鼎的徒子徒孫 莎士比亞 愛情 不是花 映下的甜甜 不是桃花 圓中的蜜語 不是青年的眼淚 更不是死硬的強迫 愛情是建立在共同語言的基礎上的 莎士比亞天色 越是晴朗空明 越顯得浮雲的混濁 莎士比亞名字有什麼關係 把玫瑰花叫做別的名稱 它還是照樣芳香 莎士比亞書集是人類知識的總結 莎士比亞音樂有一種魅力 可以感化人心向善 也可以誘人走上墮落之路 莎士比亞誰想要馬高山移為平地 當一座山推倒以後 並一座山又已經堆了喜 來莎士比亞毒藥 有時也能治 並莎士比亞從各方面對習俗的質疑 是每一個莎士比亞 愛是一種甜蜜的痛苦 真誠的愛情 永不是走一條平坦的道路的 莎士比亞沒有力量的意志 就如同假裝士兵的莎士比亞生命的短促 只有美德能將它流傳到遙遠的後世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時間正像一個趨炎腹式的主人 對於一個領取的客人 不過和他略為握握手 對於一個新來的客人 卻伸開了兩地 非也似得過去抱住它 歡迎是永遠含笑的 告別總是帶著叛息 莎士比亞不應當及於求成 應當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對象 切而不捨 時間會成全一切 凡事開始最難 然而更難的是何以善終 莎士比亞 大海有改暗 熱烈的愛卻沒有邊界 莎士比亞 我們寧願重用一個活躍的侏儒 不要一個貪睡的巨人 莎士比亞書籍是人類知識的總統 莎士比亞愛和炭相同 燒起來的沒法叫它冷卻 莎士比亞 假如我必須死 我會把黑暗當作新娘 把它擁抱在我的懷裡 莎士比亞沒有比更值更富的疑 趕莎士比亞血液中的火焰 亦然燒起來 最堅強的誓言也就等於草感 莎士比亞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 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莎士比亞白糖上面交蜂蜜 蜂蜜上面蓋白糖 莎士比亞心靈的偉大表現的並不明顯 因為莎士比亞尿泡雖大 無精靈 平陀雖小鴨千金 莎士比亞有得的婦人 即使容貌醜陋 也是家庭的裝飾 莎士比亞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 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 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莎士比亞演戲的好像總是那三個人丈夫 莎士比亞竟由艾造還是艾竹淨 莎士比亞尤其是在魔鏈中生長的莎士比亞 把愛和碳相同燒起來得設法叫它冷卻 讓它任意著 那它就要把一顆心燒焦 莎士比亞理智可以制定法律來約束感情 可是熱情激動起來 就會把冷酷的法令滅棄不顧 年輕人是一頭不受拘束的野兔 會跳過老年人所設立的理智的凡理 莎士比亞你要看見朋友之間 用的這不自然的立法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感情已經摔落 莎士比亞生命斷促 只有美德能將它流傳到遼遠的後世 莎士比亞不要指著月亮起誓 它是變化無常的 每個月都贏虧圓缺 你要是指著它起誓 也許你的愛情也像它一樣的無常 莎士比亞最深刻的真理 是最簡單和最樸素 莎士比亞朋友間必須患難相繼 那才能說得上是真正的友誼 莎士比亞人世間的賀光榮 往往產生在罪惡之中 為了身外的浮明 犧牲自己的良心 莎士比亞真正的愛情 是不能用言語表達的 行為才是中心的最好說明 莎士比亞正像太陽會從烏雲中 看出後來一樣 不依粗福 可以格外顯出一個人的正直 莎士比亞誰告訴我真話 即使她的畫裡藏著死亡 我也會像聽人家恭維我一樣聽著她 莎士比亞一切禮儀 都是為了文士那些虛應不識的行為 言不由衷的歡迎 出爾反爾的英勤而設立的 如果有真實的友誼 這些虛偽的行事就該一遇並棄 莎士比亞我承認天底下 再沒有比愛情的責罰更痛苦的 也沒有比服侍她更快樂的事了 莎士比亞開門八字朝南開 有禮無賢莫敬來 莎士比亞忠誠的愛情充益在我的心裡 我無法估計自己享有的財富 莎士比亞時間會刺破青春的華麗精致 會把平行線刻上美人的額角 會吃掉西式珍寶 天生立直 蛇們都逃 不過她橫掃的鐮刀 莎士比亞英雄詩時把頭低 凤凰落架不如 即莎士比亞 任何一種興趣都包含著天性中有心 莎士比亞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動 莎士比亞不太熱烈的愛情才會維持久遠 莎士比亞拋棄時間的人 莎士比亞在緊張的行動中間言語不過是一口冷氣 莎士比亞良心無非是諾夫們所用的一個名詞 她們害怕強有力者 且她來做膀塞 莎士比亞洪水可以從捐滴的細流中發生 莎士比亞愛情裡要是掺砸了和她本身無關的算計 那就不是真的愛情莎士比亞淳朴和忠誠所呈現的禮物 總是可取的莎士比亞有得必有用 正直的人絕不敢去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莎法